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想跟大家聊一個在愛情裡面很糾結的問題 談戀愛到底是應該要找一個愛我的人 還是找一個我愛的人會更幸福 你覺得你會找一個愛你的人的請舉手 那有人會找一個你愛的人嗎 比較少一點 這個問題我思考了很久 今天我想在這裡很坦白地告訴大家 我的親身經歷也許可以讓大家有一點點參考的價值 坦白說從小我過一個非常幸福的生活 當我開始談戀愛的時候 我非常理所當然地認為說 我的男朋友當然一定要比較愛我啊 我認為他一定要把我捧在手掌心上 百般呵護然後嬌蟲忍讓 這個才叫做女人的幸福嘛 所以我的男朋友一定要比較愛我 而且他要愛我愛的很多 在大學的時候我一口氣交了四個男朋友 他們各有特色 一號 星星王子 高大帥氣 而且還有一雙巧手 可以一口氣折三千六百五十顆彩色的小星星喔 二號 博學才子 上通天文下之地理 而且又聰明又幽默 我跟他聊什麼都可以聊得非常有趣 三號 長腿叔叔 人如其名 天冷就送外套 天熱的時候送冰淇淋 肚子餓了他就送午餐 如果下雨他就送雨傘 如果下雨他就送雨傘 四號 悲劇情盛 他的每一個細胞都好像燃燒著 像崇瑤阿姨的小說裡面那種熱情奔放 我跟他吵架 他會在雨裡面痛苦地奔跑 吶喊我的名字 你會覺得他哪個細胞都很愛你 你知道嗎 姐妹們 這四個男人武功路數各不相同 可是他們有一個共同點 就是他們都很愛我 而且都對我非常好 各位 聽到這裡 如果你真的很想要拿鞋子丟我 覺得說 這女人真的太囂張了 必須要修理她的話 拜託你先忍耐一下 因為我快要講到我的報應了 後來 出現了第五大天王 他一統了我的愛情天下 前人的優點他全部都要會 所以呢 只要是你能夠想到的情歌 情詩情話 他每天都狼狼上口 而且絕對不重複 所有的紀念日 他一定記得 不會忘記 而且都有浪漫的驚喜 然後我吃蝦子 他剝殼 我吃葡萄 他會幫我把子剃了 我去逛街呢 腿很痠 他幫我按摩腿 我生病的時候 他會握著我的手 擔心地等到天亮 不只對我很好喔 他對我的家人也非常非常的好 幫我媽媽洗碗 幫我爸爸垂背 還要接送我弟弟上學 我身邊所有的閨蜜 還有我的好朋友 都跟我講說 寇乃欣 你絕對不可能找到 比他更愛你的男人了 所以我答應嫁給他了 我的訂婚典禮超級盛大 而且所有寶島台灣的媒體 幾乎都到了全程轉包 我覺得自己太幸福了 我覺得 我就要成為幸福的公主 嫁給那個最愛我的王子了 可是我沒有陶醉太久 在我結婚之前 我的新郎跑了 他就消失了 我的訂婚戒指 是用郵包寄到我家的 我完全被嚇壞了 我想說怎麼會這樣 他不是很愛我嗎 為什麼他這麼愛我 卻要這樣傷害我 那時候我每天一直哭一直哭 吃什麼就吐什麼 一個月我大概掉了十二斤吧 然後大篇大篇的媒體報導上面的標題就是 寇乃欣公主病被甩 連我去打車的時候 那個出租車的司機都會回頭跟我講說 阿小姐 那麼難的不要你了齁 我覺得好丟臉喔 好難過好委屈 更多的是覺得好不明白 你能想像嗎 一個你最相信的人 也覺得他一定會為你擋刀擋槍保護你的人 如果回頭捅了你一刀 你會不會嚇死 在他寄給我的戒指郵包裡面 附了一封信 信上寫了洋洋灑灑的三大頁 他說 寇乃欣請問你知道我喜歡吃什麼菜嗎 你知道我喜歡看什麼書嗎 你知道我喜歡看什麼電影嗎 你不知道 因為這五年來都是我吃你愛吃的菜 我看你愛看的書 我看你愛看的電影 所以你根本不了解我 你怎麼可能會愛我呢 你不愛我 你只愛我對你的好吧 我反反覆覆的把那封信看了又看 然後我開始反省我自己 我覺得我的愛情怎麼會這麼自私呢 說到底 這個世界上其實並沒有人 願意一直做那個愛你比較多的人 這個世界上並沒有人願意做那個 一直一直不斷付出又得不到回報的人 如果這樣一直做下去 心是會涼的 然後人是會走的 我選了一個很愛很愛我的人 可是我沒有得到一個我預期的幸福 於是我就痛定思痛說 那我要開始學習好好愛一個人 後來 我真的深深愛上了一個人 愛得掏心挖肺 義無反顧 如果你很愛很愛一個人 他一句話就可以讓你肝腸寸斷 或者是火冒三丈 你如果真的很愛過一個人 你就會知道他只要離開你身邊 你就會牽肠掛肚就會很想念他 如果你真的愛過一個人 你就知道 為他打理所有的家務根本不算什麼 你太甘願了 如果你真的很愛一個人 你會想為他付出更多還有更多 我很愛很愛他 我甚至呢 可以每個禮拜跪在地上幫他剪他的腳趾甲 我覺得愛一個人真的好累喔 可是愛一個人也真的好快樂喔 因為看到他快樂 知道他很平安 然後看見他的夢想實現的時候 那種快樂比對你好還要更快樂 所以我開始了解 原來當我們很愛很愛一個人的時候 我們才有可能學會愛的真諦 我們才會開始知道 愛是付出不是掠奪 愛是分享而不是戰友 如果你很愛很愛一個人你就會知道 一切美好的化學變化都會開始在你身上發生 這絕對不是一個只擁有愛你的人可以達到的效果 前一陣子啊 我的老公遇到了 剛剛我說那個甩了我的前衛婚夫 我的老公就跟他講說 乃馨的一路上啊 對我有很大的幫助 他很支持我很鼓勵我 然後如果沒有扣乃馨 可能沒有今天的我 我的前衛婚夫那驚呆了 他說蛤 你說的就是扣乃馨 我真的不認識 我很高興他不認識這個我 因為那一定表示我成長了吧 那一定表示我不一樣了吧 那一定表示我現在 比較溫柔一點體貼一點了吧 那一定表示我現在比較勇敢比較堅強 比較會珍惜別人對我的好 也比較樂意付出了吧 所以我想說 我們每一個人都只能選擇我們愛的人 因為你選擇你很愛的人 我也選擇我很愛的人 這樣當我遇到你的時候 才會剛剛好是 我愛的人也很愛我 這樣才是完美的組合 我很希望 包括我自己在內 還有你們 還有你們 我們每一個人 我們都可以心安理得 信心十足 堅定地對那個 我們親自選擇的那個對象說 我會變得越來越好 因為我愛你 謝謝